夏日来临,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要泡在凉呼呼的水里消暑一下 而位在巴黎的景观餐厅业者,他们就特别增设了儿童细水池 另外还有相当受到小朋友欢迎的独角仙生态区 我们一块来看看 炎炎夏日泡在水里最舒服 这间景观餐厅的业者相当的贴心 增设了儿童细水池,周边也特别扩建 让家长可以一边用餐一边照顾小孩 那因为原本我们细水区是去年也有 可是我们是比较靠近外面的地方 那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好奇他会想要爬那个栏杆 就其实很危险 所以我们把它扩增,把它稍微扩建 让他们这个细水区可以比较靠近里面一点 那家长可以在外面休息,然后顺便雇小朋友 每年的7月份是独角仙的生产期 餐厅业者也特别设置了一块生态区 希望让大小朋友可以就近观察 也呼吁大家以眼睛观赏不要直接抓走 来这边我希望小朋友利用暑假来这边玩 然后认识昆虫之外 不要把它抓回去 因为其实它抓回去 它很快就死掉了 因为一般来讲像宠物店卖的 他们都是给它吃果冻 其实那个他们的营养都不高 所以他们很快都会死掉 然后也失去了它繁殖的机会这样子 暑假期间 爸爸妈妈想要带小朋友享受美食 又想让孩子来一趟生态之旅 或者是泡在水里清凉一下 不妨选择这种不合适的餐厅 就不用到处奔波 记者沈志永林锦鱼 巴黎采访报导